5月8号,香港著名摇滚歌手、音乐唱作人黄冠中 在北京举行了全新摇滚单曲《大英雄》的首发记者会 发布会上,不仅首都曝光了歌曲的MV 黄冠中更宣布,与凯亦国际、世纪飞歌、塞恩传奇签约 共同成立黄冠中音乐工作室 并正式拉开中国学会演唱会的大幕,强势进军内地 从MV中可以看出,除了摇滚外食俗,更是透着些许温情 喜欢尝试新鲜领域的黄冠中 这次除了作词作曲,更是做起了MV导演来 运气很有电影的质感 然而眼前一亮,都知道 黄冠中在微博上就是个炫姬黄魔 两人的互动十足略狗 被问到朱音听到这首歌的反应时 黄冠中再一次给新厂的单身狗们派发了狗粮 话说发布新歌当天正好也是母亲节 黄冠中也在微博发布了一张朱音带女儿的照片 祝她母亲节快乐 等大家都在送花表现的时候 被问到她会送给妻子什么礼物时 她确实这么说道 期待黄冠中女儿可以有机会参与她的巡回演唱会 观众们都很想看到她母妇女的互动呢 除了新歌发表 未来半年 黄冠中还正在香港 台湾 广州 成都 少海等地 举行她的巡回演唱会 请问她的朋友 快点去现场 去感受她的魅力吧